那可以看到十三號的時候 檢方就傳了原力建設董作來作證 然後那時候董事長出來 還說不要跟我說話 面對媒體就說不要跟我說話 那為什麼會突然傳這個原力建設董作呢 傳這個動作證明了佩琪之前 應該就是在說話 因為他說只有房仲陪同 然後沒有金主陪同 那你覺得檢察官 檢察官會聽我們在節目中講一講 然後就把董作傳來問一下嗎 當然不是 檢察官一定有初步的了解說 確實當天陪陳佩琪去的是老闆級的人物 而且你看他 因為我們之前都以為是全聯 就是原力真正的老闆叫林敏雄 但是因為他的集團很大 所以他已經拆成原力建設 跟全聯集團還有其他的 所以他傳的是原力的董作 那就代表檢察官有掌握相當程度的證據 認為那天是原力的董作 陪陳佩琪去看房子的 那剛剛瑞德講說 檢察官最好是早上就開記者會公佈起訴書 我是覺得前一天晚上就要公佈 因為我我我 我們月券需要很久的時間 我研判這個起訴書應該不下於一百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你看啊 全聯那時候發出聲明 曾經說原力建設跟柯文哲 並沒有任何互動 怎麼可能 那既然沒有任何互動 幹嘛把檔給傳來 那我就問你嘛 國發院原力建設那個土地建造誰批的 就柯文哲批的啊 好龍斌任內好龍斌不敢發建造 是柯文哲上任之後 原力再生 因為原力在好龍斌是市長任內就在 因為那塊土地是馬英九當黨主席時代賣給原力嘛 那後來原來地主 二零一六年黨產會成立 到黨產會去去申訴 黨產會開始著手調查 所以好龍斌當時基於這個理由 他一直不敢發建造 在黨產會介入調查 他就不發建造 後來是柯文哲要發建造 黨產會還發文給臺北市政府 告訴柯文哲說 這個案子現在黨產會調查中 建議先暫緩發育建造 柯文哲不甩啊 建造直接發現在房子都蓋好了 你說這個叫沒有互動 你覺得這個建造 是原力派一個承辦人到 臺北市那種建管處建造科 去申請就會過的嗎 你你不要騙我說你們沒有互動 你們之間是有互動的 那現在大家說主線還在金華城 你要查金華城 到底審慶金給柯文哲的錢 留到哪裡去 有沒有可能是政治獻金 或者是用其他不一樣的形式呢 包括了1.2億的豪宅嗎 我們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之前柯文哲不是說 陳佩琪是說 他是為了兒子要換房子 只有仲介陪同 看過約略這個價位的房子 但是不認識 但是不認識被指為是金主的老闆 那那個時候灌年是說 佩琪是由金主來陪同 這個說法就不一樣了 那可以看到13號的時候 檢方就傳了原力建設董作來作證 然後那時候董事長出來還說 不要跟我說話 面對媒體就說不要跟我說話 那為什麼會突然傳這個原力建設的董作呢 傳這個動作證明了佩琪之前 應該就是在說謊 因為他說只有房仲陪同 然後沒有金主陪同 那你覺得檢察官 檢察官會聽我們在節目中講一講 然後就把董作傳來問一下嗎 當然不是 檢察官一定有初步的了解說 確實當天陪陳佩琪去的是老闆級的人物 對而且你看他因為我們之前都以為是全聯 就是原力真正的老闆叫林敏雄 但是因為他的集團很大 所以他已經拆成原力建設跟全聯集團 還有其他的 所以他傳的是原力的董作 那就代表檢察官有掌握相當程度的證據 認為那天是原力的董作陪陳佩琪去看房子的 那你說這個董作陪前市長夫人去看房子 其實也沒什麼 他也不犯法 都市民啊 就做做公關嘛 做做人際關係嘛 但是昨天去問了 檢察官一定會問幾個問題嘛 這房子是誰主動要求要看的 還是你們主動告訴他 我們這裡有房子要看的 那為什麼想買 打算買多少錢之類等等 各式各樣的 應該都會問 那我覺得檢察官開始去查這件事情 因為包含之前四千三百萬的商辦 也傳了人去問 然後這個原力建設所建的這個房子 這個豪宅一點二億的 也把董作傳去問了 好那之前傳過的 不是說還有看另外一間是一點八億的嗎 還有另一間小宅嗎 問過沒有 不曉得是誰陪著 對搞不好都問過了 不一定 有可能 只是消息沒有 因為最近傳少了很多的建設公司老闆 因為傳的大概已經 我看傳的證人加被告 應該已經超過一百人了 這個案子其實檢察官蠻累的 對很大 所以傳這個 傳的這個動作是檢察官 顯然也想離心 就是剛剛舉經理的問題 就是如果假設是匯款的話 匯賂的款項 是不是只有一定用現金這種方式 對 有沒有可能轉成其他的各種方式 比如說你買商辦 我算你便宜 你買豪宅 我算你便宜 或是說這個免投款 等等的各式各樣的方式 檢察官顯然是想釐清這一點 他顯然是想釐清這一點 就是說還是回到我剛剛講說 其實連檢察官也不相信說你只收了兩千萬 因為一百多億的利益 不可能只有拿兩千萬 所以檢察官是想搞清楚說 那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 行賄的各種可能的方式 隱藏在看房子 或是說什麼批幣 什麼木可公司等等 檢察官顯然是想釐清這一點 那至於檢方現在手上掌握多少證據 說實在我們也都不清楚 那剛剛瑞德講說檢察官最好是早上就開記者會公佈起訴書 我是覺得前一天晚上就要公佈 我我我研判 我們月券需要很久的時間 我研判這個起訴書 應該不下於一百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看全聯那時候發出聲明 曾經說原力建設跟柯文哲 並沒有任何互動 怎麼可能的互動 那既然沒有任何互動 幹嘛把檔給傳來 那我就問你 國發院原力建設 那個土地建造誰批的 就柯文哲批的 好龍斌任內 好龍斌不敢發建造 是柯文哲上任之後 原力再生 因為原力在好龍斌是市長任內 就在因為那塊土地 是馬英九當黨主席時代 賣給原力 那後來原來地主 二零一六年黨產會成立 之後黨產會去去申訴 黨產會開始著手調查 所以好龍斌當時基於這個理由 他一直不敢發建造 在黨產會介入調查 他就不發建造 後來是柯文哲要發建造 黨產會還發文給臺北市政府 告訴柯文哲說 這個案子現在黨產會調查中 建議先暫緩發語建造 柯文哲不甩啊 建造直接發 現在房子蓋好了 你說這個叫沒有互動 你覺得這個建造 是原力派個承辦人到臺北市 那種建管處建造科去申請 就會過的嗎 你你不要騙我說 你們沒有互動 你們之間是有互動的 所以金華城給的潛錢 會不會可能不只是一種方式呢 我們請教下維園 因為最近真的傳喚很多建設公司老闆 包括原力建設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是黃昌建設的董座 那我比較意外的是因為是前天 前天天氣其實沒有那麼冷 我想說董座也包得太密密麻麻 這個是我想說 這叫欲蓋迷章 我想說這慘流來是不是 想要避開媒體 不僅是請秘書到法警室 幫他辦理報道 還把全身國文密不透風 頭上還帶了一頂毛帽 全身還請了律師在偵查廳外等候 沒待沒錢 為什麼要請律師呢 我又覺得說你是正人話 對 你為什麼要請律師呢 這幾天接連傳了這些建設公司的大老闆 那到底他們的角色是金主的部分 還是有可能是案外案呢 因為大家說黃昌過去 也接了柯市府很多的案子 對 我先呼籲各位 如果真的做了什麼事情 想要掩蓋的話 不要把他自己包得太緊 因為老實講你不包那麼緊 沒人知道你長什麼樣子 誰知道這個黃昌建設什麼 江城經理董事長長什麼樣子 沒人知道 我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曉得董座可以長什麼樣子 老實講不會知道 但突然媒體記得發現 怎麼有個人在這種天氣 大熱片給我戴毛帽 你會下雪了嗎 戴毛帽 都說這個人怪怪的 然後趕快這個人是誰 一問發現原來董事長 所以浴蓋米漲 所以董事長這個下次可以再跟 下次還有下次 還有下次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我會覺得大公司董事長出去 這個不管這張證人 有律師陪同 我覺得很正常的 到底還好 那主要原因是黃昌這個黃昌建設 他到底怎樣 黃昌建設或許不一定在這個時間點 跟進化這案子有絕對關係 但他有個很重要的脈絡 為什麼會有黃昌建設 很多人就是黃昌委委員有爆 之前當議員的時候爆料說 這個黃昌建設是科有有 在一五年到一七年的時候 有承擔什麼萬大縣的工程 還有環南市場的改建等等 然後加起來一百四四億 那黃昌建設怎麼崛起的 回到一個根本 他跟彭震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跟彭震生 為什麼 彭震生以前是高雄市新公處的副處長而已 然後就是最高等級到這邊 那他怎麼進臺北市 是柯文哲當時當臺北市市長的時候 有個類似海選的這個活動 彭震生來報名了 那彭震生怎麼樣在柯文哲心中留下印象呢 當時還記不記得柯文哲任內唯一的政績 把宗孝橋引到拆掉那件事情 上任第一年蓋完拆完之後 就沒有再有其他的重大建設 那當時呢 因為還有很快 當時還記不記得國家地理頻道 還放一個那個影片去記錄 什麼幾天之間就把它拆掉 當時彭震生引進的拆除的營造公司 就是黃昌建設 所以黃昌建設進來之後 等於是幫柯文哲立下的汗馬功勞 所以導致後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標案 都是黃昌建設得標 所以難怪之前的議員都說 黃昌建設是可有有嘛 那回到這案子裡面來 不管是黃昌建設或原立正 原立正當然是跟那個 後來陳佩琦看豪宅有關係 但黃昌建設也沒看豪宅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主要原因就是來自於 現在你看檢調他去調查了 除了金華城跟這些政治現金的金流之外 講到上一節的 不管是木可燈的這些所謂公安公司 他的金流是有流動的 所以有流動過程當中 其實有重要的資訊 為什麼要去討論木可 木可相看講跟金華城沒有絕對關係 原因就是今天只要任何人的政治現金 捐到我政治現金帳戶 就這樣子嘛 我就按到這個單據去把它花掉就好 但因為木可扮演重要角色是 木可有很多種奇怪的授權費 服務費亂七八糟的 都給了柯文哲 對他把它洗完出來之後 政治現金的帳戶捐給了木可 然後變成一個自由流動的資金之後 那怎麼去規範自由流動資金很困難 所以木可說我花了很多錢 我花了可能好幾千萬 那我拿個幾百萬給其他人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檢定要去把所有 可能捐給柯文哲 這些所謂金主 那或許為什麼會約團這些人 有兩個可能 一個當然是有機會 是他們內部的資料 不管是早期航到USB等等 有沒有航到他的名字 第二個可能是來自於說 這些重大的這些這個建商 或這些所謂金主 有按照合法管道捐政治現金給柯文哲 但他們想知道這個政治現金 他後續捐獻之後 他們怎麼樣去操作 跟柯文哲怎麼樣去要到這個政治現金 以及後續的花費嗎 所以才會請他們當證人的方式 去檢調的部分 去把它好好的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有個問題 如果說這些真的是金主的話 你在柯市府的期間 就捐了這些政治現金 那他們的角色不就跟金華城一樣嗎 因為他包了那麼多的大案子 一百四十多億耶 那我怎麼知道說 我又不是像館長說的 我就是心甘情願給柯文哲錢不行嗎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按照民眾黨 接下來會回一個新聞稿 第一個這是柯漢國邱漢小說 再來就是的確 因為他們其實來招標的時候 我相信在當時臺北市政府 應該都是公開招標 那公開招標 當然我覺得譬如說 現在有案外案出現的黃昌建設 的確過去有這麼多標案 一定也會重新重新回去檢視 當時開標的條件 以及來投標的廠商 甚至是他的條件裡面 有沒有針對黃昌建設 舉例來說 當時有個案外案是這樣子 第一果菜市場的改建案 原本黃昌建設對外發言說 我一定得標啦 為什麼 他不是說我跟柯文哲很好 他說因為他有兩個先決條件 一個他要假擊營造廠 規模要夠大 第二個要曾經有改 就是改建過果菜市場 類似這種市場改建案 黃昌剛好符合這條件 我可以對外放話說 我一定會得標 這是得到誰的Promise 那我跟你講柯文哲是公正的 跟他是柯友友 有那麼條件 最後得標的是誰 不是黃昌建設 是中華公正 不是 因為很快要我啊 不是公正是不是 一點都不公正 都不公正 最後是微晶集團 那代表說這個一山還有一山高 所以這個不要以為當柯友友 就可以拿到表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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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